英雄雕像被冊,經典電影下架,就連軍事基地可能也需要改名 這場由佛洛伊德在警員身下死亡事件而引發的抗議運動 現在已經引起美國社會對種族主義歷史的反思和檢討 從阿拉巴馬到肯塔基,從佛羅里達到維珍尼亞 民眾現在正在拆除這些代表南北戰爭和奴隸制度歷史的邦聯英雄雕像 以表達他們對幾百年以來結構性種族主義的否決 有人甚至提出將美國國父第一任總統喬治華盛頓的雕像而除 原因是因為華盛頓曾經是一位奴隸主 正當美國反種族主義情緒高漲 HBO日前也決定將當年獲得10項奧斯卡獎項的經典電影《聯世佳人》暫時下架 原因是該片系以1930年代的視光 講述美國19世紀南北戰爭背景下的故事 片中含有很多種族主義的成份 不少以當年南方幫聯將軍命名的軍事基地 現在也受到輿論的攻擊 國防部部長埃斯柏日前宣布當局正就基地改名 籌劃跨黨派的討論 但指軍方希望先與白宮、國會和地方政府相討再作最終的決定 總統特朗普隨即在推特表態 指軍事基地是美國偉大的遺產 也是勝利和自由的象徵 所以他不會考慮將軍事基地改名 雖然有人爭論幫聯雕像和旗幟 是美國歷史記憶和南方文化遺產的一部分 不應該完全從視線中而除 但也有人認為這是非裔傷痛和種族主義的印記 應該在當今社會被埋沒 天下衛視編輯報導